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收看活泼的生命 感谢神 神愿意使用的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所以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常常来寻求神的心意 到底我们所做的所想的是否是合神心意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撒末尔记上13章13到23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 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撒末尔就起来 从吉甲上到汴亚敏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跟随他们的人 都住在汴亚敏的迦巴 但菲利士人安营在密抹 有略兵从菲利士营中出来 分为三队 一队往厄弗拉向苏亚地去 一队往伯河伦去 一队往喜伯因谷对面的地径向旷野去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 因为菲利士人说 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 以色列人要磨除 离 斧 铲 就下到菲利士人那里去磨 但有错 可以错铲 离 三尺叉 斧子 并赶牛追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 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 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友 菲利士人的一对防兵 到了密抹的爱口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在《撒摩尔记》上13章13到23节 我们看见13节 撒摩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 我们看见在先前的经文当中 因为扫罗等不及 先知撒摩尔来到 所以他就自己先行献祭 而他所献的祭呢 根据《撒摩尔记》13章的第九节说 他献的是 第九节讲到是 凡祭和平安祭 然而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在12节里头 他说我就勉强献上凡祭 这个表示说不是我的意思 他献祭的态度是一个 勉强献上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对他来讲 他好像就是因为迫于情势 迫于这个兵临城下 他必须要马上赶快做一个决定 否则百姓已经都离开了 所以他里头有一点心慌 然而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献祭本来就不是君王的事 他做了糊涂事 而他的态度更是糊涂 他的糊涂是他勉强献上 我们知道平安祭呢 他有三个最重要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还愿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献上感恩 第三个功能 他就是一个甘心献上的祭奥 所以他因着这三个目的 我们看见 扫罗他是勉强献上 所以因此当时 先知撒摩尔就严严的责备了 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没有遵守的结果就是糊涂 在这里我们看见 先知 扫摩尔仍然给 看似一个机会 或者是不断的来教导扫罗 他说到 若遵守耶和华 必在以色列中 坚定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如果你坚守的话 就会直到永远 然而在第二节 先知扫摩尔也不断的警告 扫罗说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 和他信义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 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我们知道后来神兴起了大卫 然而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并不是告诉我们说 神预备了大卫 而是他讲严严的警告 如果没有好好的 再继续遵守神的话 很可能这个王位是会被剪除的 我们看见扫罗问题是什么呢 他一而再再三的一意孤行 他不应该执行济世的工作 他去执行了 我们看见他甚至用属灵的名义 去完成或者是去达成 个人的一个目标 个人的欲望 我们甚至也看见 扫罗根本没有把百姓最大的 一个利益放在前头 甚至他最后让整个国家 陷入一个危机之中 这是扫罗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见第十五节 十五节 撒末尔就起来 从吉甲上到宾亚敏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 尽管看似好像神不喜悦这件事情 但是扫罗面对迫于情势 他还是要与肥仕的军队来征战 然后跟随他的在这个时候有六百人 而六百人为数并不多 第十六节 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跟随他的人都住在宾亚敏的加巴 但斐利士人安营在密摩 这个宾亚敏的加巴是在南边 可是这时候整个斐利士的军队 集结在密摩 密摩在北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面对这么险峻的光景之中 我们该如何怎么办呢 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也会面对 大军押近的时候 困难临到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 最佳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 寻求神的信义 当斐利士人准备要来吞吃掉 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看见斐利士竟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兵分山路 从北边 从西边 从东南边 兵分山路 要来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非常非常恐惧和害怕 那不仅如此 他们的装备也没有说挺好的 根据第十九节说 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铁匠 因为斐利士人说 恐怕基伯来人制造刀枪 当时的一个时代的背景是已经结束了 这个铜器时代 已经进到一个铁器时代 但是以色列人的技术仍然远不及斐利士人 他们造铁的技术 所以他们的攻击的对象 其实就是这些农具 根据第二十节的记载 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只要在农具上面 跟铁器有一点些许的关系 他们有一些的这种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到斐利士人那里去磨 也就是说他们的技术非常非常有限 他们在农具的这种提升上头 就还是需要仰赖斐利士人的技术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状况是很不好的 那么二十一节的记载很可能 就是当时他们去了斐利士人的境内 去磨这些农具的时候 他们要付相当的这种昂贵的费用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其实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内幼外患 我们纵观整个以色列跟斐利士人 他们之间的一个军队的对峙 其实是相当的悬殊 斐利士人根据第五节的记载 他们车辆和本圣经说是三千辆 不过很可能是个比误 比较可能的应该就是三千辆 不是三万辆 因为三万辆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庞大 因为根据后面的经文记载 他的马兵是六千人 那六千人他如果来驾驶车辆三千辆 其实比较合理的 那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是多不可数 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那军队是非常庞大 然而以色列人军队 根据第十五节的记载 这个跟随扫罗的这些军队 有六百人 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悬殊的 除此之外 他的装备 我们看见斐利士的装备是铁器 但是以色列他的装备是龙具 所以这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么他们排列正式 他们是正规军 斐利士人他们是正规军 所以二十三节讲到他们有防兵 十七节讲到他们有掠兵 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分工 这个井然有序 然而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根据第十五节的经文 他们是区区的六百人 而这六百人当中他们不是一个精兵 所以对于扫罗王来讲 他其实是非常的担忧 二十二节说 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 跟随扫罗和约纳丹的人 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 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有 所以表示说他们的军队的配备 是非常非常的悬殊 那么这场战争要怎么打呢 最后经文告诉我们说 二十三节 斐利士人的一队防兵 到了密抹的爱口 我们看见这对他们来讲 局势非常非常的困难 弟兄姐妹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会遇到那么大困难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们的能力 或者是我们的资源 跟环境相比较之下 是非常悬殊的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一件事 就是单单的依靠神 不要看环境 看那一位帮助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谢谢你 尽管在很多的困难当中 你的手总是扶持 看顾着我们 求上帝继续的带领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因着我们遇见那一位 帮助我们的神 以至于我们 能够胜过许多生命的困难 求上帝亲自带领我们 也开我们的鼠灵眼睛 看见神 你拆派千万天使 来搭救帮助我们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